谁啊 打电话说故事时候 你干啥呀 真会跳时候 卧槽 姑娘 抱歉打扰你做好事了 我这里是点歌台的 这个电话比较急 你还是接一下吧 哎呀 真是的 你快说 是旺财给你点了一首歌 而且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要跟你讲 要喝 这个榆木脑袋终于开窍了 还知道换个花样表白了 之前总是送花什么的 我都腻了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 他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表白了 啊 什么意思 什么叫最后一次 我真的受不了这种日子了 没有身份 从两年前第一次给你告白 你就不拒绝 也不同意 哪里有一追就同意的呀 追我的人这么多 我要身上考察才可以嘛 而且女孩子应该多精识才行 但是呢 我给你送礼物请你吃饭 你可是从来都不会拒绝的 对啊 这就是他表现的机会啊 而且他都是主动愿意去买的呀 他说 我是做男朋友的事情 却没有男朋友的身份 我已经表白了二十多次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 这种舔狗的行为啊 我当够了 不 不会吧 他 他知道我是骂人的人呀 我一开始就讲了呀 你能不能告诉他 让他再坚持两个月 我马上就要同意嘛 行不行嘛 我操 要说你自己去说吧 我可没有脸说 你 你竟然怎么变得翻的帮人呀 往后余生 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 精明也是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